大家是目前為止也不用恐慌 好 當然有好消息 不過也有壞消息 為什麼潛藏的危機還是在的 我們看一下 基隆這一名50歲的確診的女性 因為之前去參加了 兩天一夜的南部靜香團 當時她疑似已經確診了 然後她去了幾間大廟 包括了台南正統洛爾門的聖母廟 還有南投的子南宮 都已經進行的緊急消毒 甚至她還去入住了 高雄某一間廟宇的香客大樓 好 這是香客大樓裡頭的任一關 她睡的就是這個12人的這個房間 雖然呢 這個床是隔開來的 不過呢 因為在這個空間裡面 當然還是危險 所以目前匡列了56個人 但是呢 又傳出 跟她住同一個社區的姐姐也發燒了 那後續如何 那明天呢 可能我們再來觀察後續的消息 好 另外呢 就是宜蘭這一名國二的這個學童 因為姑姑在宜蘭的游浴場裡面工作 所以她也這個受到感染而確診 但是呢 這個糟糕的是 宜蘭縣議員呢 在議會裡頭爆料 說呢 這個學童的這個學校在停課的 也就是她確診的前三天呢 才辦過校慶 校慶上當然千人群聚呀 所以呢 現在全校呢 要停課到月底 那現在呢 後續呢 也還在持續的這個調查 有沒有這個蔓延出去啦 好 那所以呢 這一些案例呢 其實是未來最大的隱憂啊 那如果沒有成功防堵的話 會怎麼樣呢 北一大的胸腔內科的主任周百謙說 未來三天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一個獅子會長就傳染食味了 現在看起來不止食味喔 那這十幾個人如果再傳給二十或三十個人 那數字很快就會變成一個幾何成長 那台北市01副總院長徐大成則說 如果台北市的疫情達到了第三級 那時候呢 就會出現大量確診的病人 所以呢 以86這個數字 非常的這個關鍵數字喔 起案的話呢 它是一個預測的基礎喔 也就是說 如果光以台北市來看 有86個人確診的話 那一個個案接觸達50個人來估計 傳染人數恐怕會達到上百人 這個時候呢 恐怕呢 就要進入第四級的這個警戒了 那衛福部的北區傳染防治副指揮官 黃玉成則說呢 如果患者突然暴增 到時候嚴重的話 會要求連輕症都沒有辦法住院 因為那個時候重症患者 給醫療的壓力就很大了 所以當時到時候呢 輕症就會進集中檢疫所 好 那接下來呢 當然我們就要觀察喔 因為這個確診者的足跡遍布南北 所以呢 有沒有可能會蔓延出去 還是能夠把這個傳播鏈成功的阻斷 就問一下學委 但是至少一個好消息啦 原來現在出來幾個傳播鏈 中間都有關聯喔 那當然現在已經確定喔 這個最早這個沙亞桃 這個獅子會的這個前會長 我是覺得很佩服耶 他跟他裝了什麼電池一樣 哇跳跳 你看 鑽台灣跳跳 你看 現在幾乎看起來都跟他差不多啦 那我是覺得說 他這麼電力這麼強的話 可是今天剛好發生一件事情 大家下午都有一個感覺就是 台灣怎麼突然間又大停電 對 其實這個大停電我在常常覺得說 台灣到底是怎麼了 一個那個匯流牌故障 在高雄入駐匯流牌故障 所有的機組跳樓之後 台灣很多地方都停電 其實我今天就讓我想起來說 你知道1999年7月29號那個時候 台南一北有沒有 全台灣不是有個大停電嗎 就是因為他的那個一個書店電塔 傾斜之後因為那個連日大雨 讓那個地基鬆垮鬆塌之後 整個一段的時候 台灣就竟然有五分之四的電廠 跳電 跳機 所以就跟你講說 當時造成怎麼足科損失二十幾億 而且那時候台鐵五列電林車 就在路上就掛了 還有說股市隔天開盤重挫 我就覺得說 這麼多年以來都已經二十幾年了 那好像台電對這方面的那個應變 跟防範措施維修能力 好像沒有什麼進步啊對不對 因為人家就已經傳出來說前幾天 各地有出現明顯的降壓 可是台電的網站都是顯示綠燈嘛 就是正常書店 所以這是不是有一個人為書師 或者裡面有些什麼問題 我覺得應該清查 不然你真的說一句比較難聽 你只有一張電塔就派去了 台灣就這樣撲不掉 大家沒目瞎的時候 阿強還要打你電場 就要打到哪裡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這不是開玩笑 我講的是事實 雖然說聽起來好像很無奈對不對 可是真的要這樣搞 那台灣除了這個電之外 大家要繃緊神經之外 大家當然就是疫情嘛對不對 我剛才講說 這個前市職會會長這個案一二零三 你看現在幸好說 指揮中心已經查出來對不對 這個市職會的群聚有十一例對不對 好那接下來這個什麼 宜蘭這個游泳場這個地方有沒有 他有八例 那我們那個下面有那個 萬華那個茶藝館有沒有 那邊有六例對不對 那終於把那個連結找出來了 對不對 對 現在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獅子會這個會長有沒有 他那天在新莊那個什麼 什麼精華那個什麼餐廳有沒有 吃完飯之後他刷牌 他刷到那個萬華的茶藝館去 找到地圖刷牌刷牌 所以你看又感染了那些 所以茶藝館表示說就是跟這個獅子會 會長的那個連結就連結上了 對 那人家講說那個宜蘭 宜蘭這個游泳場跟他有什麼關係 就是因為這個萬華茶藝館 這些群聚的這個六個例子裡面 有人跑去宜蘭怕電動 這邊又有人跑去宜蘭怕電動 對啊 所以你看五月九號十號就個案 這個整個就連結起來了 可是我真的覺得 現在這個這個問題的話 大家就是想說這幾天會不會 陸陸續續要爆發一些其他的那個 那個那個案例嘛 對確診案例嘛 那現在就告訴你一個警訊的問題 因為發萬華這個地方的那個茶藝館 那個群聚問題的話 他現在匡列出來的地點 就是在萬華區有沒有 東啊 東到康定路 那南到和平西路三段嘛 那西到吳州街嘛 北到桂林路這一段這個區域 在那幾天 就是匡列時間四月十五號到五月十二號 你如果在這裡熱熱熱 甚至有去喝老人茶 你大家要比較注意 那當然現在有六十萬通的那個警戒簡訊 告訴你說這些問題 你要注意了 那我真的還要再講回來 這個真的是 昨天陳時中他在講說 不要講說他是什麼什麼 這個獅子會這個撒亞桃 不要講說他是什麼什麼超級傳播者 可是你看起來真的是很誇張啦 對 他的活動史你看 我們現在這個匡列 他六天裡面跑了三十六拖 你知道嗎 哎唷 那真的活動力有夠強 你知道嗎 所以就跟你講說 其實這個時候情慾的流動 變成病毒的流動 這是實在是很誇張 其實台灣這個情慾的流動 真的這個問題很嚴重 你知道嗎 我們經歷過一年多來四百多天對不對 那個防疫作施做得這麼好 可是其中有發生什麼 金巴黎舞廳 還有酒店女公關 磐石劍 那磐石劍這當然是正常的情慾流動 男女朋友很久沒見面了 還有包括扭籍機師 還有偷情機師 約炮機師 你看說真的 我就跟你講說 這些人到底在想什麼 疫情期間 你是不能稍微潤一下 多花點時間回去抱抱老婆 四個亂走是在走怎麼樣 所以就跟你講 而且你跑去還不戴口罩 這真的很嚴重 那可是我說實在 那個臺大前感染科的醫師孔翔齊 他就提出一個警訊 他雖然說你現在 所有的連結大概知道 就是基因定序知道說 全部都是從洛富特飯店 這個地方出來的對不對 那這個連結有了 可是說實在的話 你看之間有關聯 可是屬於感染源還是不明 你雖然釐清了這些問題的話 你只是確定了一個 同一個病毒定序對不對 可是你人傳人或者是環境傳染人 你都沒有找到明顯的連結對不對 而且還有很多的多點傳播 就表示說這個在社區裡面的多點傳播 已經有一段時間啊對不對 所以我才想說你現在未來 如果有類似情況 尤其在這幾天 接下來這幾天 會不會再爆出很多的本土病例的話 那防疫指揮中心應該要做一個因應 我們現在的第三級 第四級所謂的那個防疫措施 有沒有的那個級數的話 那都是過去年定的標準 那現在是不是要做一些滾動式的調整 重新檢討的話 我是覺得我建議指揮中心 應該要做一些因應